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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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另一個碎粉 它是去年或上一年 很多人討論 因為它是很便宜 又很大盒 之後人們說定妝效果也很好 就是這個RCMA的碎粉 這一瓶是3盎司大約120至150元左右 我在Beauty Bay訂回來的 其實這種白色的透明碎粉 我用過很多款 例如我很喜歡的Pret & Prime NARS KIKO 我都有用過的 但我最不喜歡的是這個 首先那些粉 我覺得好像嬰叔粉 我覺得它不夠細 不夠滑 但我覺得這個是可以原諒的 因為這個是價錢的正比 大家也有看我的化妝片 就知道我用碎粉通常都是定眼的遮瑕 但這個是超級乾的 它一上完之後我已經出眼紋了 我都不用外出 還沒吹風就已經是乾 這個已經是扣分 扣到負分 已經將它打入爛工了 其次我知道它的成分裡面 是有滑石粉 是對皮膚不好 會左膚毛孔 卡拉 這些東西 我就直接地放在它一邊 那就沒用到 好 說起很多人都喜歡 然後去年很有技術 怎麼可以不提The Ordinary 這個品牌呢 我也是一個貪新鮮的人 當那麼多人說好用的時候 然後它優金便宜 我當然是衝過去買 那我就買了四樣東西 對 四樣東西呢 我也是覺得它泡泡通通 我不是太覺得有經驗的感覺 因為不會有那個驚為天人的感覺 它是我覺得跟12元店那些護膚品等級差不多 但它肯定不止12元買回來 當然它不是很貴 它全部都大約100元或者100元以下 但是我覺得它的效果真的 連這個價錢都不是很值 首先呢 我最不喜歡就是這個 B5和這個透明質酸2%的這一款精華了 因為其他那些我覺得都還可以用的 只不過它不是一個令我驚嚴的產品 但這個是令我驚嚇的產品 我很努力的 我用了半支的 你看 我真的有用的 這個是我給了無敵多次機會 因為我覺得會不會是我用法不對呢 首先它是超級稠 它擠出來的時候不稠的 它是水的 但是它上到臉 擠出來的時候是流得很快的 但是呢 它是一個很難吸收的一個精華 它上到臉上那層東西 是要等很久才會吸入皮膚那裏 我覺得等也不要緊 它最重要是它會跟我的 無論粉底也好 防曬也好 總之之後的某一件事 怎樣都會打架 或者每件事都會打架 它是一定會出膠粒的 所以久而久之 我是多不喜歡這支 我是... 你哪有那麼多時間 但你護膚完之後 究竟要等多久才吸收完 之後吸收完 你再想其他東西的時候 它竟然出拆膠粹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很痛苦 所以它就算是五十多元 六十元 我也覺得我不會再買 雖然聽說2018年 The Ordinary 應該在香港可能會開季的 因為我之前去官網的時候 是看到有這個消息 有這個計劃的 但我覺得我還是會保持觀望態度 然後我想說 就是一個在iHerb買的玫瑰臉油 這個很簡單 就是我用它的時候敏感 我不是一個非常容易敏感的人 我對某一些成份是比較容易敏感 但這個應該是挺天然的東西 我沒有預期過它是敏感的 通常一些東西我自己不適合用 我會轉陣給我媽媽用 可能叫她用完 因為她的皮膚比我更加穩定 所以她很少用東西會敏感 她用這支沒有敏感 不過她就出油脂粒 我沒有聽過她出油脂粒的 這麼大個女兒 所以我覺得這支可能是太潤 對她來說 或者是 我不知道她的成份是 阻塞毛孔 我都不太清楚 總之就不適合用了 所以不好意思 她都列入了今年我不喜歡的東西 然後我想說一張面膜 我是一個很喜歡敏面膜的人 我家裡有超過100塊面膜的存貨 通常我買面膜都頗有信心和心得 很少中伏的 唯獨是這個 它就是Innersree的這款面膜 其實同一種面膜有很多款 這個就是美白 就是維他命C 這個未必是完全錯怪它 因為我自己是對一些比較Active 或者維他命C 都比較容易敏感的人 但是這個呢 這個反應就太激烈了 因為我敷了之後 就會癢、會紅 然後會出一些奇怪怪的東西 然後馬上震靜 才可以 或者是睡一晚 才可以 事情淡了 所以這個 雖然我還有幾塊在家裡 但我真的不敢碰它 這個已經害怕了 好了 到最後 就是一個我非常喜歡的牌子 就是Colourpop Colourpop 我買它的東西已經買到很多東西 我覺得很好用 唯獨是這個 這個就是上年出的遮瑕膏 我還要一晚買了兩種顏色 因為我通常都是一種顏色 遮瑕,一種顏色是高光 因為我的眼袋實在太厲害了 所以我通常都會買一種 比我更淺色的 用來打量這個眼袋的位置 就令它沒有那麼明顯了 所以 我覺得自己很蠢 一次過馬上買兩種顏色 我沒有預期過它會不好用 因為Colourpop的東西 就是又便宜又好用的 我自己已經買了這麼多東西 都覺得很滿意 我沒有想過會碎在它身上 為什麼呢? 首先這個遮瑕膏 對我來說 我是一個沙漠的人 它是乾的 我上了眼的時候 一笑已經有眼紋了 乾也算了 有時候我覺得 我不是每天外出都要很完美 我覺得還可以用一下 但是 它是會變暗的 其實我不知道 我沒試過用一個遮瑕膏 我是會變暗的 但是它變暗的程度也蠻厲害 它也變暗了兩度顏色 差不多 所以 眼下面 除了乾 然後會 會裂 之外 顏色會變得奇怪 這件事 我覺得除了我Halloween去晚 甚至有機會會用到之外 我是不會再用它 所以 如果大家去Colourpop買東西 欠少少錢 打算賺夠50美金免運費的話 這個 就真的不是一個好的選擇了 就不要用它了 我寧願你買一支 lipgloss也好 買多一個眼影也好 都不要考慮這個 遮瑕膏 我不是太喜歡它 好了 今天就分享了10樣 我去年2017年比較不喜歡的產品 其實這件事很個人 有些我不喜歡的東西 其實可能是你很喜歡用 或者你會覺得原來是我用錯了方法 記得告訴我 讓我可以好好利用 不要把它放進冷宮 希望你們喜歡這個分享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給我一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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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s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